卡洛斯是西班牙的前国王 说起这个卡洛斯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最新的一篇报道 是来自于美国的国会山 说前西班牙国王因为调查而离开了西班牙 他今天在星期一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封信 说这位前国王说 说面对公众对我过去私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所造成的一些反感 我想向自己的儿子表示我绝对的签意 可以从这个不要连累你 为了不要连累你 并且促使你行使你自己的职能 那么为此我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们知道这位胡安卡洛斯是前西班牙的独裁者 弗朗哥 弗朗哥很多人可能年轻一点的人不知道 稍微有点岁数的人都知道 弗朗哥是30年代的时候 那么就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事件 叫保卫马德里 读过海明威的诗歌的人 或看过他书的人都知道 保卫马德里在30年代是意味着什么 西班牙作为欧洲这个地区一直都是在文化 种族等等很多地方的一个冲突性的一个国家 可以说一直扮演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位卡洛斯国王呢 也是在2014年前后的时候呢 交出了自己的这个权利啊 那么他当时呢 遭因为这个涉嫌贪腐啊 以及当时的他自己的女儿 谋用公款等等这些罪行呢 导致呢 他的这个职位呢 不得不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国王的职位呢 转给了自己的儿子啊 提前自己退位 那么西班牙的这个检察官呢 最近调查他的一个核心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现在呢 与这个一起在沙特阿拉伯的一项功臣有关 2014年6月呢 82岁的欢卡洛斯呢 丑闻缠身啊 将当时将防卫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叫菲利普六世 欢卡洛斯呢 在位近40年啊 失去了西班牙宪法赋予国家元首的过敏权 因此呢 检察官声明称啊 鉴于制度上的重要性 调查将由最高法院的一名首席检察官 和三名助理的负责 从第一次对卡洛斯的指控出现以来呢 西班牙的政府呢 已经否决了两 至少两项提议 也已启动了议会调查 西班牙的检察官呢 还在调查 胡安卡洛斯的一个账户啊 据称呢 这个账户呢 与沙特国王 已故的国王阿布多拉 将数百万美元呢 转移到了这个账户啊 现任的国王 菲利配呢 也是卡洛斯的儿子呢 也被指定为这笔钱的一部分受益人 对此呢 今年3月啊 菲利配六世呢 宣布不再继承父亲的任何遗产 除了放弃遗产之外呢 菲利配含强剥夺 胡安卡洛斯的年度津贴 那么这位国王 我们刚才看到 简短的信息当中 透露出来的几个重要点 那么一个是沙特阿拉伯 那么沙特阿拉伯 到底是为什么要给胡安卡洛斯 要提供这样的一个钱呢 为什么要提供这些资金 让他去消费呢 而现在这个卡洛斯这一次 为什么要突然之间要离开呢 等等这些呢 我们给观众朋友们 筹备了很多的背景的资料 首先呢 这位国王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 他是由卡洛斯 那他是由这个弗朗哥 西班牙历史上 这几十年里最大的独裁者 被称之为法西斯的独裁者 弗朗哥呢 从上世纪30年代 那么执掌了西班牙的 这个打完内仗获胜之后呢 统治西班牙一直到1975年 那么在整个数十年的这个统治当中呢 可以说呢 行径和残害的人数呢 是非常之多 那么被人称之为呢 是1492年 西班牙设立了这个宗教裁判所之后呢 那么这是第二个在西班牙呢 大型这个法西斯主义的一位 前总统总理 那么他呢 在上任时期呢 他废掉了当时的国王 那么一直呢 这些国王都无法继位 直到他快年事已高之后 1969年呢 他辅佐了这位卡洛斯 让卡洛斯呢 能够越过自己的父亲 上台呢 能够成为西班牙的国王 恢复了西班牙的王权 而西班牙的这位卡洛斯 在早期执政期间呢 备受西班牙民众的爱戴 因为他呢 干了几件重要的事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发生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期的一次 西班牙的右翼啊 军事人员的一次军事政变 当他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他偷偷的啊 那么就逃离了 当时这个政变的这个军官啊 前往了他的皇宫 那么他悄悄的逃离 并借此这个时间段呢 向国民呢 发表了演说啊 表示呢 他坚决的反对任何的这种政变 并且呢啊 最后呢 他在他的一手的处理之下呢 也并没有对这些啊 进行政变的右派人士呢 进行任何的这种 惩罚并且呢 给予了他们豁免 这也在当时的西班牙呢 可以说呢 让整个西班牙呢 走向了一个真正的民主的开始 当时的西班牙的共产党的领导人 就曾经说啊 我们上帝保佑了我们的西班牙啊 那么用这样的话语来表示的话 意思也就是说呢 他们都接受了这位卡洛斯国王 那么之后的西班牙呢 也选举出来了 有共产党或者左翼啊 政府不断接受的这样的一个 能够上台的这样的一个政府 可以说呢 西班牙的政治上走上了一个成功 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 卡洛斯的民生呢 就在自己的国家呢 不断的受到各式各样的侵蚀 包括个人的一些私人生活 包括自己的女儿 以及自己在皇宫当中的 这个大肆的奢侈用度等等的 都遭到了西班牙国民的反抗 包括在2008年时期 金融危机时期呢 这位国王的这个生活的奢侈呢 也遭到了国民的唾弃 为此呢 他曾经呢 公开了自己每年 多达近10亿欧元的 这样一个生活的支出费用的明细 以能够降低民众的反感 而这一次呢 他获得的是来自于 沙唐阿拉伯 国王的数百万美元 难道是一个国王 要行贿给另外一个国王吗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啊 这与一项功臣有关 也与中国共产党有关 也与中国的企业有关 也与两个宗教有关 我们知道西班牙的这个国王呢 是天主教徒 而沙唐阿拉伯的国王呢 是穆斯林 那是伊斯兰教 那么他们之间的又有些什么样宗教的关系呢 原来就是因为要修建 麦蒂娜前往麦迦的这样一条铁路 据称呢 这条铁路呢 可以说呢 耗资之巨大啊 那么中铁成建之后呢 所赔进去的钱呢 据说呢 就已经赔付了大概有100亿之多 有人讲呢 说甚至超过了100亿啊 中国在这条铁路上呢 赔了大概有150亿啊 之多的资金 核心点就为一样 能够为了战略的需要 能够让沙唐阿拉伯与中国之间呢 保持一个战略的一个友好关系 那么因此呢 中国的中铁呢 在这个项目上赔多少 国家都可以为他买单 那么这条铁路呢 实际上不长啊 只有区区啊 不到500公里 但是却用了这么多的钱的原因呢 一是施工的条件的问题 二一个呢 是等级的问题 施工的等级的问题 以及在沙唐阿拉伯 一年长达九个月的烈日炎炎情况之下 修建这条铁路呢 也的确不易和不容易 那么很多的设施 很多的材料 包括土地的征迁等等呢 中间呢 都存在了大量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这条铁路最后呢 也是呢 修的被称为呢 修的比中国啊 那么从青藏高原的 世界屋脊的铁路呢 还要修的艰辛啊 和亏损之大 那么这个事又和 胡安卡洛斯 还有沙特阿拉伯的国王 什么关系呢 在沙特阿拉伯我们得到的信息是 沙特阿拉伯政府 通过这个铁路呢 承包给了西班牙的一家公司 而这个公司呢 与国王呢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最后呢 这个获得这个合约的呢 还与西班牙要出口 给沙特阿拉伯的一部分呢 其他的物资 敏感物资有关系 那么这是一个呢 局中局语 谜中谜的一件事情 有一些人士呢 早就断言 那么不管是西班牙的谁 或者是世界上哪个国家 都无法最后调查清楚呢 卡洛斯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 这些交易背后 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到底这个事情最后 获利者真的只有卡洛斯一个人吗 还是除了卡洛斯之外 沙特阿拉伯的王室 通过这个铁路项目 自己也尽了腰包无数的资本呢 这都是现在呢 世界各地的很多的调查记者们 争相正在调查的一个重大项目 被称之为呢 是由中国买单 中国老百姓买单 中国中共呢 一笔勾销 那么由沙特阿拉伯的王室 和西班牙的王室 还包括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重要人物的参与呢 像这个从麦地纳 到麦加的500公里铁路 成为了整个 那么统治阶级 或者是王室阶级 所互通有无的一个纽带 这也被称之为呢 是如果能够查清楚 麦地纳前往麦加的这块 这条铁路的修建 有多贪腐 你可以从另外一件事上 可以看清楚 那就是在马来西亚的 叫越阳铁路 由太平洋 修往印度洋的一条铁路 曾经让纳吉布 这样的一位 马来西亚的总理 那么可以说灰头土脸 也造成了今天 举世震惊的一马彬案 也造成了世界上 很多大银行 要赔款给马来西亚 达百亿之多 到底这背后 都有一些什么事呢 那么都有一个 共同的人员 都有一个 共同的背景 那就是一带一路 中国公司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 这一切的六度头条的收看 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家能够喜欢 并且能够点赞 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是主持人马鞠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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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